國際新聞 我們來關心 白雷烏雲在七月份就要起床 在比賽的期間 最重要的勝負 現在確定要放在六部宮頭前 現在的ULV 來做二文中把他的電視收 那現在時間越晚了 當地的房間越難 現在介紹也在前面 六部宮破不夠頭前的 剛才在飛行人條來去去 今年七月二六 頂頂的第三十三回 下過烏雲 就要在法國白雷頂開 比賽期間 最重要的勝負暗地地點 原本就說 要爭在有名金店 愛菲爾替他 也是六部宮 暫時消息人數到老 會放在六部宮頭前 在剛才的地位 如果整天有委員 監管這件報告 不可以讓一般民眾看到勝負 這變得更改 因為圖瑞菲爾 都在巴黎人 我們也要看別的東西 有馬克思 有鯛里 有巴黎兵 有很多東西在巴黎 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問題 另外這次的主辦單位 又找來是向平白LV 路易衛登 用平白一百七十多年 做行李勝貴講義 替歐軍中白 跟信貿揮霸 做專門奉頂的勝負 替所有運動員 就和歐軍比賽最高的任務 在歐軍規模中沒有多久時間 當地比賽機関也有大飛 觀眾出現 第一道房子 有進到幾下 和巴黎的出水 起工業沒四倍 有一個房間 甚至開出一晚上五百歐元 差不多代表一萬七千多塊 這個風調 和部分在巴黎有控訴的出租 準備外國 把房間做出去 發一筆歐文財 在這裡巴黎出現大飛 看比賽人條的時候 去其他地方倒閣 拍開口時的人條和車條 恭喜新聞台中的朋友